日本前国家乒乓球衣姐福渊爱 以自身的经历给球迷们上了一堂课 告诉大家从人生赢家到输家就是这样走的 不得不说 在疑似婚内出轨之前 福渊爱真的称得上是人生赢家 首先 这个日本女生有着很不错的颜值 其次 长相漂亮的她 乒乓球打得非常不错 在奥运会上还获得过很不错的成绩 成为日本的国民女儿 最后有了名气外加靓丽的外形 让其就算退役了 也有不少代言和商业活动 收入足够让她一生过得很富足 并且虽然有些下嫁的感觉 但是她的老公 中国台湾的乒乓球运动员江洪杰 也是大帅哥 并且两人有共同的爱好 还有一双可爱的儿女 按理说 这样的生活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 然而 福渊爱似乎并不满意这样的生活 在二月份传出婚变传闻以后 她多次在口头上予以否认 但是自己却在行动上落人口实 在日本独居期间 她被日本媒体拍到与一名高大帅气男子甜蜜约会 并同宿酒店 尽管福渊爱坚决否认自己与这名男子同住一间房 但是疑似婚内出轨这个事基本上是跑不了了 正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让福渊爱在日本的名声变得很不好 她还因此登上了不伦一人排行榜的榜首 成为很多人指责的对象 正是如此 福渊爱在日本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 原本她住在日本 就是有一份东京奥运会的解说工作在等着她 结果这份工作随着福渊爱名声的变成 就直接被电视台给放弃了 不仅如此 她的代言商业活动也纷纷离她而去 这也使得她基本上没有收入 生活一下子变得有些不知所措了 疑似婚内出轨发生后 福渊爱因为名声不佳 几乎没有在公共场合出现过 并且她还被爆出已经搬离了于东京的公寓 原因有二 一是这公寓是她与男士曾经约会的场所 常住在这里自然无法让人忘记这件事情 二是高达7400万日元的房贷 因为收入的瑞坚 可能无力地偿还 面对这样的局面 福渊爱有没有想过挽回自己的名声呢 当然有 如果大家有印象 应该记得前几天有一则消息出来 那就是与福渊爱约会的男士突然被爆出 是一名已婚人士欺骗了福渊爱 福渊爱成为了一名受害者 并且她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深感崩溃 如果按照这个消息 虽然福渊爱自身有错 但她也是一名受害者 毕竟被骗了 不过 这个消息目前出现了反转 据日本媒体周刊文春透露 福渊爱为了挽回自己的形象 特地向媒体主动爆料了这名男子的黑料 因为她希望将自己塑造成整体事件的受害者 博得外界的好感 因为在日本 这一招非常的管用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这名男子的老婆实在看不惯福渊爱的手段 所以也对外界爆料 导致福渊爱的形象再次受损 不得不说啊 若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福渊爱的这个招数 如果是真的 这也确实从一个层面 改变了大家对她此前的看法 一向给人青春可爱的福渊爱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面 可能真的让一向支持她的穷迷们失望了 而真正让福渊爱自己尴尬的是 她可能连最后的退路都没有了 因为在福渊爱此前一再的要求下 台湾媒体称江洪杰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她最新的态度是 没有说不理哦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福渊爱被全日本封杀 丢奥运工作 被封日本最不伦义人 前段时间 福渊爱婚变事件被曝光 2016年 福渊爱与台湾冰帮球学手江洪杰结婚 婚后生活看起来很圆满 曾经有两个孩子 然而今年年初 这对恩爱夫妻却被传出江洪杰羞辱 冷暴力福渊爱 福渊爱与江洪杰提出离婚后 又被拍到和一陌生男子一起出游 今天早上 日媒又爆出来一条消息 东京奥运会即将召开 福渊爱原本是受到日本国家队的征召 在东京奥运会担任解说员 作为日本国宝级运动员 她无疑是最有资格解说冰帮球球赛的选手之一 但是因为婚变事件的影响 她的东京奥运会解说工作被叫停了 而且她受到的影响远不只是东京奥运会 福渊爱在中日两国都有很高的人气 是日本商业价值最高的女明星之一 在退役后 除了解说冰帮球相关活动 也有各种代言、综艺的邀约 每年光是代言带来的收入 就可以达到10亿日元 是家庭的经济来源主力 这负面新闻出现之后 一切都改变了 在日本媒体询问与福渊爱 有关的合作的品牌时 大多数品牌均表示不方便回应 甚至有消息称 部分品牌准备起诉她 之前负责她经济事务的公司 日本电通维婉表示 直到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前 福渊爱都将处于停业状态 今年年初开设了自己的公司 Armsubing 以帮助新人运动员为主旨 但到了现在 刚开业的公司门庭冷落 邮箱已经封起交代 大门的对讲机没有开启 门铃无人响应 可以说她在日本的事业 已经在一夜之间跌到谷底了 不太关注这件事情的朋友 可能会感到有些稍微的意外 因为在前段时间 这件事情的曝光时候 中国网站中对这件事情 几乎是一边倒的支持福渊爱 支持小爱离婚 不行就回东北娘家 这件事情在日本 却有截然不同的评论 几乎所有人都在一边倒的 抨击着福渊爱 并且指责她和陌生男子 一同出游 是没有履行好妻子和母亲的责任 在婚孕存续的过程中出轨 你说是为了向非常尊敬的前辈讨教意见 顺便转化一下心情才一起出游 为什么要在大街上那么亲密呢 而且你是一个有老公和孩子的人 为什么非要和别人住同一家酒店 就算不是一个房间也十分的过分 你下次是不是要邀请她回家住了 如果是为成立公司办理手续的建议 为什么不问问自己的公司同事呢 如果同事不知道 一定要向她寻求的话 为什么不带上同事一起询问呢 如果是为了出去散心 那这个时间也太久了吧 陪着散心还是陪着做其他的事情呢 而台湾省的评论 更是话里话外帮着南方说话 将南方塑造成老婆出轨 痴心不改的苦主 江洪杰难以忍受 工作人员前泪奔 江洪杰为扶冤爱暗夜痛哭 江洪杰苦等扶冤爱回头 江洪杰无奈不舍 而扶冤爱呢 是风流成性 沾花惹草 无心无情的荡妇 扶冤爱没有爱过任何人 扶冤爱性欲强 扶冤爱的过往情史遭起底 扶冤爱和江洪杰婚内的事情 可以说两边目前都没有太多的实锤证据 扶冤爱的指责中 江洪杰一直在精神暴力她 指责去看牙医的她是婊子 还公然宣称要出轨 但没有录音 也没有误证 至于扶冤爱出轨的指责 在目前的照片中 两个人也没有肢体的互动 没有牵手 拥抱等亲密的动作 可是 在两人的境遇却大相径庭 江洪杰的事业 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扶冤爱却丢掉了所有的工作 甚至因为形象不够正面 被家长投诉 在日本小学教科书中 本来有一个是扶冤爱小时候 努力练习乒乓球 虽然有想放弃 但坚持到最后获得佳绩的励志故事 婚变事件后 这本教科书被众多家长要求删除 出版社也发布声明 声称正在评估检讨 而在一份邀请着 一千名家庭主妇票选的 不伦一人的投票中 扶冤爱更是登上了厌恶榜的榜首 一千人中 他以336票夺冠 远超其他人 但讽刺的是 从第三名开始的 东出昌大 赖户大野 杜不剑 三个人加起来 也没有扶冤爱的票数多 对他们的评价 比起猛烈抨击 也更近于中立 日本社会对待女性 却是成百倍的苛刻和不容 即使在外赚钱 是丈夫的数十倍 如果你没有服侍好自己的丈夫 照顾好自己的家庭 就是没有能履行妻职母职 即使目前还没有实锤 也依然会直接地全面封杀 不给留一点的余地 两相对比之下 在这样的区别待遇 实在有些荒谬 只能说希望日本人一视同仁 道德标准是相同的 出轨当然需要抨击 那么就请先从 暗示那些已经公开承认的 出轨渣男开始吧